各位朋友,平安,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我正在给大家讲出一个 就是说,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我先来看一下 这个圣经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书 他们的发行量是最大,是吧 那么呢,它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 那么呢,圣经有不同的版本 可以有那个原文的 比如说是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 那翻译成另一种,比如说这个中文的圣经 那么中文的圣经也有不同的版本 我现在拿的是合合本的 那么这个合合本的圣经呢 后面的最近呢,有来了新一本 还有标准一本,各种各样的圣经 那么圣经呢,往往华人呢 在海外呢,都是拿的中英对照的 比如说这个,是叫Holy Bible 文件圣经啊,对不对 那么这个圣经呢,这个前后总共呢 这个文学啊,这个不同的构成 有这里面有这个 那么到底,这么多的书 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到底讲的什么呢,是吧 神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话呀 是吧,那么一直在 祷告,在思考 那么最终呢,我今年的 这个2020年啊 趁这个时机呢 想在这个年底以前啊,完成一项 这个,这个可以说 神赋予我一个庄严的任务啊 就是把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什么 用五十讲啊 这个,把它每一讲啊 一般呢,就是二十分钟左右吧 把它这个讲出来啊 然后分享给,分享给大家 那献给神 求你这个,和我一起啊 然后完成了一项工作 那么前面呢,我已经讲了四十八讲了 是吧 那第四十八讲 讲的是耶稣升天以后 教会成为耶稣基督啊 在地上存在的方式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OK 那么呢,这个前面呢 比如说我第一讲 讲的是树里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那么第二讲讲的是 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啊 就是,第二讲讲的 认识人的本源和这个特质 天赋人权,是吧 讲普世价值 和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 是吧 这样圣经呢 才发挥到的活力 才吸引年轻人 吸引更多的人啊 这我想是神的本意 对不对 我们不能看着教会 这样荒凉下去 那么我们必须这个 重新发掘圣经 看看神到底给我们讲的什么 那么让神说话 那么呢 这样才是重新唤起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世界啊 走向正轨,是吧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是用中文来讲的 那么现在讲来呢 翻成比如说英文和日文啊 三种语言的版本啊 这是有这个神里有这个计划 求神成全这件事情 那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啊 讲这个 就是说第49讲 那第49讲讲什么呢 是所有的人死后 在耶稣再来时 或者是说 再等一千年以后 是吧 那再等一千年以后呢 那身体都会在原来 这个灵魂的基础上复活 啊 那么复活以后 他复活是分两批的 啊 这个复活分两批 然后复活以后 有审判啊 这个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呢 人生到地上以后 常规的普通人都认为 人生都有意思 死而不能复生 对不对 这是死而不能复生 所以人呢 特别珍视自己的生命 因为死了以后再活不过来了 你每天呢 你吃喝玩 是吧 看到自己的亲人 是吧 不管怎么着 你也是一个整体 是吧 看到星星啊 太阳啊 是吧 还有很多 就算是一时的痛苦 有病 只要忍耐过去 然后再活过来 还是会找到希望的 OK 但是一旦死了以后 人们都认为不能复活了 OK 但实际是情况的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 所有的人死后 都会复活 你知道吧 所有人的死后都会复活 那复活后 在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面临这个 再来的时候呢 他会啊 这个 这个又面临复活以后 面临的审判 那么这个审判 你不要听这个词以后 觉得会难受吧 我也不是犯人 然后 我这个 你审判我啥呀 是吧 OK 这里的审判 有这个正面的意义 也有负面的意义 OK 他说的 他这这个审判 他叫叫这个 condemned 或者说那个judge的 OK 英文叫 他会被审判 那么如果 你是按照圣经教导去做的 是吧 按照耶稣教导去做的 那你这个审判 那是一个荣耀的事情 OK 那么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荣耀 你最终的时候 经过这个审判 把这一步 这个考过去了 那最终 你完全被救赎了 OK 那从有限的生命 OK 那么就变到了无限当中 而从这个 这个经常有痛苦 有这个眼泪 有这个失败 有这个痛苦 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喜乐 这么一个生命 对吧 并且那个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不仅不在此 而且是呢 喝着这个生命水的 河里的水 吃着生命树上的果子 是吧 是无比喜乐 并且和耶稣啊 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住在一起 这个服侍他 是无比喜乐的什么 后面最后的 会讲这个事情啊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这个讲这个 讲这个 就是说 要说明这个问题 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把我们人的这个观念 从根本上 做了一个调整 做了一个改变 对吧 让你啊 知道死了以后 有复活 对吧 所以你以后 有盼望的 对吧 是吧 并且这个 这个盼望呢 这个新复活的生命 是最好的 还有呢 因为死了以后 都有复活 复活以后有审判 所以你 你这辈子活着的时候 你就不会乱活着 是吧 你就不会随便去犯罪 去做错事 做坏事 做行恶 所以你做事 需要减点 所以起到道德和法治 这个以外的约束作用 道德和法治 法治以外的约束作用 而这个要求呢 往往比我们平常的道德 比我们的法治要求还高 那么因为通过你的信仰 可以把这个事情活出来 并且去这么做的时候 并不觉得累 你这么做的时候 满心地带着喜乐 带着平安 你非常活着 很有意思 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情 那么详细的 我跟你说呢 复活以后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意思 涉及到几个层面的意思 那几个层面的意思 我想呢 把它讲在一起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些这个 和这个主圣经 到底告诉我们的 这些这个思想的 相关的经文 要不的话 你怎么相信 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呢 对不对 老婆 首先说 这个人呢 他由这个死 死了可以复活 那么但这个复活里面 有第一次死 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 那么第一次复活 和第一次复活相关联的 和第二次次复活相关联的 他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的 OK 我们首先看这个 这个第一次复活 是吧 你现在 你现在也没死 我也没死 是不是 OK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死 OK 但是一旦死了以后 是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就会面临一个复活的问题 是吧 复活的问题 是啊 这复活的问题 那是不是 我们能够进这个 第一次复活的 你看一下 OK 在这个圣经里面 他这个 第一卷书叫创世纪 是吧 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 那么在这个启示录呢 他是对未来这种预言 OK 也是对前面 整个新约的一个总结 是吧 所以他放到最后一卷 那么新约总结呢 那启示录的 他一共是22章了 在这个第二十章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的事情是吧 他这个第二十章的 第一到五节 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那 那个第二十章的 第一到五节的时候 他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这个就像下 他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OK 第二节的时候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OK 看一下 第三节 他们接过下 第四节的时候 他说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之道 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没有败过兽和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撞亡一千年 后面这就很重要 第五节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在复活 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OK 那么这些经文呢 如果你已经读过启示录 有的牧师给你讲过 OK 不准查过资料 你理解起来比较简单 OK 但是呢 对第一次 第一次今天 比如说 有的朋友 没有听过这个 现在呢 我在听毛牧师讲这个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的 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我做一个初步的解释 就初步的解释 那么呢 这个 这个是 写这个启示录呢 是叫约翰 使徒约翰的 他在一个岛上写的 OK 他是在岛上写的时候 写的时候 他是神给他异象 你要这个背景啊 所以在这个异象呢 他是看见那个天使啊 讲一下了 OK 他特别提到了五底坑 提到五底坑 那么这个五底坑啊 是在这个人啊 或者说第一次复活以后啊 这个撒旦魔鬼神 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大坑 这个大坑 你可以想象啊 多深啊 你可能在这个自己的家里 或者在农村啊 或者在什么地方 你看到那个 或者在大城市里 挖这个大楼的时候 下面就先挖一个大坑 然后呢 在下面下面水泥啊 钢筋混一土住 这个大坑啊 OK 但是这个五底坑 比那个大 比那个深 它没有底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给神做对的这个撒旦魔鬼 那些敌基督的势力 那么等也让这个撒旦魔鬼到时候 也让他们 随着人的这个父皇 撒旦魔鬼啊 到那个时候 他们是这个天使 也是干扰神的堕落的天使嘛 所以呢 他们到这个时候呢 神把他们抓起来啊 用这个绳子捆上 捆上干嘛 把他们放到这个五底坑里面啊 然后呢 把他关起来啊 把他关起来的时候呢 那么呢 这些人 他会关他们一千年呢 这些魔鬼撒旦 要关他一千年呢 那么观念呢 他也不会让他们死 是吧 但是在这个一千年的同时呢 就有一批人复活了 OK 这里特别点到一些人啊 就点到一些人 OK 那么你要给耶稣做见证的人 耶稣有吩咐 你们要去让外面做我的门徒 奉思着圣灵圣灵圣灵圣 耶稣有很多的教导 OK 那么呢 你按照耶稣的教导 按照耶稣的吩咐 去做去行 是光是言 做光做言 在教会 在外面去传福音 在教会的好好服侍神 对不对 那么呢 那么在家里行出 你作为妻子丈夫 该有的 该有的形象 该有的做法来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你就是做了见证了 你就做了见证了 然后呢 在这个 除了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以外 还有相当别人 从这个耶稣啊 他这个 这个拣选他的门徒以后 那除了使徒约翰以后 他的使徒啊 基本上那个时候 人们都不理解啊 然后呢 去受到了迫害 逼迫 是吧 被这个 是被这个火烧死啊 被上吊 是被这个十字架 苦行给折磨死啊 所以像耶稣一样啊 后面呢 也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不接受基督教 迫害基督徒 到现在啊 在亚洲 非洲 各地方都有了 都有了 那么呢 在这个情况呢 他们有机会 最后复活了 怎么样 他们有机会和耶稣基督 一同做王一千年 因为耶稣他生天以后 在做父神的有边 他就是王 他是掌握着权柄的 那么这个王 他不像是一般的王 而是万王之王 所有的王 都是 都是他的臣民 都是他的子民 都是在他的管制之下 都是在他的管制之下 所以呢 那么你有机会 分享这个耶稣 这个做王的这个权柄 分享这个做王的 这个荣耀 并且呢 你是服侍 服侍耶稣的 服侍这位神的 那么有这个机会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为耶稣 做见证的人 是吧 那么呢 他这个告诉你的 一些其他的什么 没有印记啊 我们都不想说那个了啊 那么有另一批人 犹太人 有十四万四千人 是吧 他们也是从各个 这个每一个租里 拣选出来的啊 那么呢 然后呢 也会 这个和这个耶稣基督 一同做王 一千年啊 一千年 所以呢 那么你呢 是不是 那么要等着 是吧 要等着啊 合适啊 好好做 好好去行 要信耶稣 是吧 那么有机会的话 是吧 复活的话 希望能够进入 第一批复活的里面 第一批复活呢 不是像撒旦魔鬼一样 被弄到这个 无底坑里 而是说呢 有机会和耶稣基督 一同做王 一千年 这是最有荣耀的人 啊 最有荣耀的人 那么呢 啊 这个等这个呢 这个这一千年过去以后 这是说的人说的一千年吗 使徒约翰写的时候 写一千年吗 可以理解上一个 很长的一大段时间 啊 很长一大段时间 这个是个比较久远的时间啊 对 久远的时间 那么这一千年过去以后 OK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 那一千年完了 那么长长的这一千年 这么一大段时间 完了以后 才有第二批复活 OK 那你先这一千年 先等着在地上 埋着这个 你这个灵 他这特别提到 是灵魂的复活 他以灵魂为基础 复活成一个身体 啊 这个是 这个复活不仅仅是灵魂 他是有身体的复活 OK 就像耶稣死后 第三天复活一样 是吧 OK 那么说呢 这个 这是这个 这个复活 那第一次复活的时候 撒旦魔鬼就受到了审判了 他们放到屋底坑里 来 那么其他的人呢 就是说 你可能在上面 有那个 呃 有那个大灾难啊 可能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有许多的门徒 还需要传福音呢 那么在这个第一次 他这个复活 耶稣啊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人都有复活嘛 那么第二次 还有个第二次复活 OK 如果第一次你没有机会 是吧 那你就经历那个大灾难 有经历不少的磨难 那第二次复活呢 在这个启示录 第二十章呢 第七节 还有十三到十五节 有一个描述啊 OK 非常珍贵的文字 不太多的 OK 那么我们是经过圣经 这些记载这个文字呢 然后看出神的文艺呢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对不对 他这个第二十章呢 第七节说 他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也就是那无底坑里 OK 然后呢 第十三节说 他说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OK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那这个 这个海啊 这个他理解上啊 就是 你看神造万物的时候 他是一个说 有这个 有水就有了水 那么后来就有这个海嘛 OK 水呢 记得一处成了海 那么人死了以后 在这个时候 他们认为 认为这个人呢 就到这个海里了 是吧 还有呢 死亡和阴间 是吧 人死了以后埋葬 埋葬就是阴间 那掌握死亡权柄的这个 他们这个 也也掌握着死人 那么这个死人呢 到时候呢 到过了这一千年以后 他会交出来 那交出来以后 怎么着 OK 说来 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啊 这就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我告诉他 都是死人和阴间 也被 死亡和阴间 他说有死人吧 那交出来的死人呢 都被扔到火壶里去边 然后呢 这火壶啊 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的名字 没有记住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这火壶里面 对吧 那么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然后第二次复活 这个一般认为呢 就是说 你没有信耶稣 没有信基督的 是吧 然后呢 你行了饿的 行了饿的 然后呢 那么这些人呢 都会这个 被扔到这个火壶里 那么这个火壶啊 是很大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硫磺啊 比如说当时的时候 对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 用这个 这个 这个煤炭呢 是吧 还有这个 这个汽油啊 对这个呢 还没有什么认知了 总有人说呢 他这个是一个 有一种 这个 刑法啊 他是让你呢 在里面有煎熬 但是呢 也不至于断气 就死了 那么就是 长时间的 永远的 这种枯刑 那么呢 所以呢 如果你第二次 第一次的复活 你没有机会的话 那第二次 等第二次复活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呢 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 那你就不至于 扔到这个火壶里去面 那么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是吧 然后给你传福音 你坚决拒绝了 那这里说的话 那你就给扔到火壶里去了 OK 那么这里面呢 他特别提到 另一句啊 这个圣经的经维呢 他有一个平衡 OK 一个是说 没有 没有记在生命册里 这个就是没有信耶稣了 你一旦信了的话 就给你记上了 是吧 信了以后 口称耶稣为一种心理相信 而且持守他 是吧 去行去做 对不对 那跟随耶稣了 那么呢 就记在生命册里 他不至于给磨掉 OK 那么呢 那些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是吧 这说的 就是说 扔到火壶里 就是 就是永远的死 OK 那么呢 就是说 我呢 是没 假设 有个问题啊 我是没有接受过福音 也没有人过传福音 我那个地方呢 也没有这个圣经 是吧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呢 是信上 我是行善啊 做得很不错的 OK 所以这个耶稣 他特别 这个圣经里特别提到的 他们说 按照个人所行的 受审判 那么呢 你 只要是 因为圣灵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你即使有这个 没有听说这个福音 可是呢 有圣灵的光照 那么你行善 行得非常的棒 是吧 那么到这个审判的时候 我想神 他有他的判断 还有的人呢 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第一次复活呢 这个机会呢 有的人认为呢 是所有的这个基督徒 信耶稣的 都可以得到第一次复活的机会 他们上去以后 在这个耶稣这个 这个荣耀的宝藏前 就可以都 可以耶稣基督一同做完以前的 其实呢 这是和圣经的这个文字上 还有各方面的 不是太匹配的啊 那我自己的理解呢 就是说 你是信了耶稣的 OK 那么呢 你可能第一批复活的 可能他是少数人 OK 那么这个 但是你可能没这个份 一生做完那个份 可是呢 你呢 经过这个大灾呢 经过这个后来 得到这个第二批了 那么当时的时候 耶稣肯定是公寓的审判 公寓的审判 那么呢 他肯定不会让你为难 只要你真的信耶稣了 去行去做了 虽然为第一次复活的时候 没有份 但是第二次复活的时候 神一定给你开一个绿色通道 这个绿色通道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虽然给别的缺少呢 那就是没有机会一同做王 但是呢 他肯定也会给你 这个 这个 就是说呢 在天国里 同住的机会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在同住的机会 那这个呢 我就是在第五 最后一讲 第五十讲 就是讲这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呢 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说呢 这个耶稣啊 他这个 再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活人死人 那你活着呢 直接上去 就给你做审判 死的呢 让你复活 复活都是分两批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要做好预备 你不是死了以后 已了百老了 而是要复活的 而且这个复活以后 那么呢 是身体的复活 那么面内是耶稣 他这个天上的这个王 对你的审判 那审判的时候 这个 这个经过一个步骤 那么呢 这个步骤呢 有机会第一批复活的 你就给他一同做王了 如果赶不上第一批呢 那么最后分流 到第二批等一千年 等着第二千 再前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绿色通道 那么这个绿色通道呢 就是说 你经过大灾难 这些人还可以 有机会在天国里居住的 那么另一批呢 就是没有信主的 他们呢 给他传福音也不信 这些呢 就扔到火壶里 他就永远的 这个忍受煎熬 第二次的死了 还有呢 那么我可能 福音传的不够 然后呢 这个我也没有接受 这个福音 是吧 没有相信耶稣 是吧 也没有跟随耶稣 那我就是个普通人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他是按照你所行的 经营审判 那么这个呢 没有特别 特别明确的交代 是吧 那么呢 可能有些中间状态了 是吧 那么如果比如说 有些复杂的事情 那我妻子是 是一位基督徒 他喊金钱 他进入这个绿色通道了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神也不会把我们随便分开 那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那就让你两个一起 对不对 是吧 但是呢 如果对方是作恶的 那肯定是 他说 那你所行的审判吧 是吧 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千万 即便是没有信主 也不要作恶 好不好 所以呢 大家这个 做好一杯咯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什么 最到处地讲 然后这个 这个死人 所有的人死了以后 都可以 都都都都 耶稣再来的时候 都要复活 复活以后有审判 这个道理 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点赞 好吧 那么右下角 那个subscribe一点 那就可以去 增加这个订阅 然后下次再讲的时候 一旦这个视频 出来的时候 那就可以得到通知 OK 那么呢 这个你也是帮助 传播这个福音 然后呢 这个让我们 这个 这个做工作员吧 好不好 OK 再见